作词 李宗盛 人能有个临山踏 好想临山踏下修 佛在临山我愿求 临山志在如心头 人能有个临山踏 好想临山踏下修 佛在临山我愿求 临山志在如心头 人能有个临山踏 好想临山踏下修 人能有个临山踏 好想临山踏下修 临山踏下修 天空 各位主持人 大家好 我们又在空中与您相会了 我们经过上次的读书会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的回应 看了这些回应我就感受到 我们凡夫 反反复复 那么上人天天耳提灭命 但是总是有一些细微的 难以发现的习气 那么藉由这次的回馈 我就再次的提醒我自己 那么要用心 要用心 那我今天也挑了几则 作为复习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其中有菩萨写到 他做了一个归类 他说利他就是等于利己 那么也等于付出无所求 那么利他就要缩小自己 那面对他人做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宽容 但是不能够纵容 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利他 要把每一个因缘 转化为好因缘 那么不要把行善 当成自己的成就 做久了就会产生 奉高五慢心 那慈悲是让人心灵提升 才是智慧 不是让人起贪念 心中没有就会相应没有 光大一点黑暗就会消失 那么这是给我们许多的启发 与日常生活之中的提醒 那还有呢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的回想 那么其中有一则呢 《爱慈悲产生智慧》 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知道 实际的中文与其他宗教团体的不同 在哪里 那还有人说到 人来到世间要发挥生命良能 不断立他 也要清静己心 到决性圆满 我们现在都知道 当一个志工去利益他人 这是觉醒 但是要自省 才能够到达觉醒 也能够到达圆满 那么心佛众生大圆满 主任的见解很读道 很深入也很通透 融会贯通 让我们受益良多 另外还有一则说 精辟的讲说 还有线上提问回馈 也都很清楚 非常感恩大家的回响 以对我们工作人员 努力的一个肯定 那也有意见提到说 可以请何师兄分享一些故事 来证得从利他体验中 得到种种的法喜 与修行的学习结果 那么也有提到 回馈的时间要多一点 解答一意 我才能够懂得多一些 贴近生活的妙法 那这等等的意见 如果回馈的时间多一些的话 就需要各位菩萨提问 我们要知道 这个Roon的会议室里头 那么大家不知道准备好了 没有 我们紧接着 今天的进度是要提到 第一节慈悲行与旧禁诀 不知道大家读完了没有 有没有预读 让我们赶快把这个时间交给何主任 我们把握分秒 其精进 感恩如瓶师姐 我这样说话大家都听得清楚吗 主控那边听得清楚吗 这边听得很清楚 好 非常感谢各位菩萨 再次我们一起来共修上人的思想 利他慈悲 怎么样迈向旧君觉悟 我知道上次讲的很多人 给我很多的肯定跟鼓励 但是我也知道说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讲的还是比较难 我个人有找一些私下的回馈 跟我说 听不太懂 所以我尽量讲 那我今天会讲的稍有多点例子 可是我可能还是会讲到某些点 可能各位也不见得能够理解 其实真正的大师像上人这样 讲话我们都听得懂 所以我这个半调子 可能有时候讲的不够完整 所以各位才听不懂 听不懂不是你的问题 是讲者的问题 所以我我一直要再去修正 再去检讨 那么今天我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利他道觉悟的这个片段 我想我先把这个powerpoint share出来 我上次大概几乎讲到 所谓的这个约翰西克 那这个第五向度 就是人除了这个三度空间 这个点线面 有三度空间 我们存在就是三度空间 还有一个时间是地数空间 那有第五空间 第五个向度 它是用于灵性的向度 那么灵性存不存在 我想约翰西克是当代著名的 一个宗教学家 他研究的基督教 研究的穆斯林 研究了印度教 研究的佛教 道教 他归结任何宗教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都有第五向度 就是灵性的向度 那个灵性要提升 我们的这个三度空间 的肉体不见了以后 灵性还在不在 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那么对于基督教来说 就叫跟上帝合一 那么就就就这个 儒家来说 要跟天天人合一 道家要富贵于无 要遵守那个道 印度教呢 就犯我 一切犯我 一切 他是犯神教 一切的 所有的万物都有神 犯我是合一的 那么回到佛教 就是我们是心 要跟佛心相应 那个佛心呢 是跟万有是合一的 就像上人所讲的 真如本性 与万有合一 所以约翰西克 这个灵性要怎么理解呢 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灵性 我们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 教演讲 说这个演讲 必须有知性 有感性 还有理性 最后是灵性 这个人讲话很有灵性 我这个人长得很有灵性 什么意思 他有一种特质 跟他的五官长相无关 就跟他在一起 有一种会触动的感觉 会被感动的感觉 我想很多人见他上人 会莫名的哭 他主要很感动 你看很强的一种 性灵 或者叫灵性 那用我们的话语来说 就是心性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个心 他讲的灵性 叫spirit 就是心跟性 我们讲 觉性圆满 讲心性 佛教讲心跟性 心跟性什么关系 我们先讲 心到底是什么 那么 这个 前不久呢 这个 我们 花莲 慈苑的 这个文传士 我也是文传士的 一份子 文传士呢 那么因为 这个 有一位同仁 他的小孩很年轻 十六七岁 就网上了 那我家师姐带着我呢 去看这位 往生的 这个小朋友的父母亲 因为他是同事嘛 那么才十六七岁 在读高中 就长了 整个这个腹部 都是肿瘤 理由不知道 那么经过 大概一两个月的治疗 因为他发的 发的很急性 那么突然就 就发生 已经很默契了 那么 那么隔两个月 那就往生 一个很可爱的小孩 那么 我们也觉得非常难过 去看他 那父亲 母亲 那我也去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 躺在灵柩里 他的遗体 那从这样 玻璃看去 那遗体在微笑 还是 很庄严 很可爱的小孩 那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 当我看过很多 往生者的遗体 这是这次 最近看到一个 往生者的遗体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他往生以后 他到底留下什么 那个躺在那边的 那个遗体 还微笑 活生生的 就是还有一个人 他到底少了什么 他 他的 他有灵魂吗 他有心灵吗 他的心在哪里 但我们的身体 不能动的时候 我们心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是一个 我要谈的一个 开头的问题 存在到的是一个物质性的 还是有些 非物质性的存在 是能够永恒的 是永远跟着我们 在不断修炼的这个心 这个灵 或是灵魂 待会我讲灵魂 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灵魂 或这个所谓的灵性 或这个性 到底存不存在 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个心 这个心怎么跟 佛性能够相应 我先讲 心跟身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眼视 耳视 眼耳舌鼻生意 我们眼睛可以看 耳朵可以听 鼻子可以闻 舌头可以长 那么我们有意念 我们有身体可以感知 可以活动 我们有意念 这些 眼睛有眼睛的 一个视觉的一个格局跟范畴 有些颜色看得到 有些颜色我们看不到 所以那个视 那个当作是一种 一种结构 眼睛有眼睛的 物理的结构 生理的结构 他看的东西 也有他固定的范围 所以视 那个当作是一个范围 一种结构 眼耳朵有 也是频率 我们听得到 但是 也些猫听得到的耳朵 我们听不到 上次我讲过 老鼠在爬 猫听得见 我们不见得听得见 所以耳 每个人的耳饰不一样 每个动物的耳饰也不一样 有鼻视 嗅觉 嗅觉灵敏 有些 这个动物嗅觉比我们灵敏多了 有些 在海底的生物根本看不见 它是靠嗅觉 我们的蛇 我们的味道 我们的身体的活动 力气大 力气小 都有个结构 有个范畴 身体的骨架是结构 我们的运动的范围 这是个范畴 意识也是 我们的思想 也有个结构 对事情的看法观点 其换句话说 这个身 跟心 是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 身 心还能动吗 我要我要我要 那如果 如果身没了 心也跟着没有了吗 我讲几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三重 那么上人在现场 那这个 有很多的师兄姐来分享 其中有一位姓罗的师姐 罗师姐呢 那么他分享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天 他接到警察一通电话 这警察跟他说 我的孩子 网上了 他非常惊讶 他几天没有见到儿子 儿子长大了嘛 在外面住 几天没有 没有见到儿子 怎么儿子突然网上了 他非常震惊 那儿 去理解 然后处理 孩子的后事 我忘记他 说了没有 他的儿子是怎么网上的 不过他跟上人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内心非常平静 他跟上人说 上人 我的心 很好 儿子跟我的姻缘 就知道这样子 他是一个很乖的小孩 很认真工作 那么现在往生了 祝福他 所以他没有 把他的心 跟这样的一种 爱呢 完全的结合 他爱他 可是心是超越 跟生死 是超越 当然我讲的是 别人的生死 我的心 没有被这样的生死的情感 给绑住 没有被这样的事 给绑住 所以心跟事 不见得是永远 是合一的 心可以超越事 那情感 也是一种事 也是一种感情 对儿子的思念 也是一种事 那另外呢 我也在词记里 常常听到 那么上人讲很多故事 其中有一次的故事 是跟施工有关 叶顺导师晚年 那么他年老了 101岁 在我们的词记医院里面 那么大家照顾他 因为他的岁月 看起来是不多的 所以最后那个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在词记医院里面 护士照顾他 医生照顾他 那么 施工修行很好 他实际上身体已经很衰弱了 睡着 醒来就笑 护士们也都很照顾他 醒来就笑 那感觉 那吃药 他就吃药 吃饭就吃饭 感觉那个病啊 影响不了他的心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就是说一个人生病 但是他的心是没有跟着病 他的心还是一样很自在 甜 但 很安静的 很释然的 所以那里我就感受到 心是不会被身帮助的 虽然心 虽然身有病 可心却很自在 所以 其实 人的 心是透过身 来表达 言而彼此生意 透过这个是来表达 可是心不等于是 是 没有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心 还是在的 那么 其实 如果探讨这个问题 你待会我也会举一个比喻 来跟各位说 就从 罗世杰的例子 从施贡的例子 再讲一个例子吧 有一位 环保志工 也是在台北 一位我们的师兄 跟上人在分享 他已经82岁了 身体不好 非常不好 可是他仍然在做环保 他跟上人讲的时候 也很自在 可以感觉他的身体状况 并不好 可是他正在做环保 他身体状况不太好 可是他心很欢喜 就很特别 他的心跟他的身 身是苦的 但心 并没有被帮助 所以在思考 身跟心是什么关系 既然身 已经不行了 可心还是那么喜悦 换句话说 身跟心 不见得是一致的 心可以超越身 最苦的是 我们身体不舒服 一直抱怨 心也跟着苦 那是最大的苦 我在北大 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的指导教授 卢宇烈老老先生 他也是佛学的一位大师 他讲一个故事 他说北大有一位老教授 因为北大哲学系 都是老教授 就是特别长熟 都九十几岁 老老是87了 但在北大算起来 排名第29名 前面还有28个 比他年老 那有位修艺术的老教授 将近九十了 他说他心理上 他将有一种躁欲 所以他只要吃药 全身就贪婚不能动 不吃药就很活动 所以奇怪 就是说当身体病的时候 心正常的时候 生病 但身体能活动的时候 心是病的 所以各位菩萨 身心其实不是一体的 心透过身来表现 用心是载道气 上端说的 他是载道气 但这个载道气会损害 可心是不坏的 心不会被病给困住 不会被生死给困住 他人的生死困不住我们的心 就像罗世杰 自己身体的病 像施工 困不住我们的心 还有一个 我们在大体捐赠的时候 我们拜访过一位非词纪人 在大林词院 他叫刘顺正菩萨 他年龄当时跟我差不多十年前 那我正在做大体捐赠 这样的一个研究 也拍纪录片 那我们处理当时的瑞宁事件 去做访问这位刘顺正 这个菩萨 是一个女士 当时年才四十几岁 他罹患癌症在心缘病房 他一开始非常苦 一直抱怨 姐姐不来 妈妈不来 我想到我面对死亡 我非常恐惧 我这样孤独一个人面对死亡 在临死的时候 人性他看得特别透 你看谁来看我 谁不来看我 很多的埋怨 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恐惧 后来志工有跟他说 可以考虑捐大体 他说可以吗 可以 但是要经过一个程序的审核 所以就留胜症 姐姐也劝他 他就好 我愿意捐大体 那么让医院来审核我 究竟有没有资格捐大体 后来通知来了 他可以捐大体 那么我们同仁瑞宁事件们 再去访问他 态度一百八十的大转变 他说 我现在心充满了感恩 四季人这么爱我 这是一个爱的医院 我很欢喜 我每天眼睛醒来 就很开心 我可以帮助人 眼睛闭上 我就看见菩萨 我是梦中梦见菩萨 在梦见菩萨的时候 我不断地哭泣 不断地愿泪 但是我的眼泪是欢喜的眼泪 他的心 完全对于死亡 在那个一刻 是没有恐惧的 是欢喜 所以各位 这里有两个观点 在捐大体以前 他的心恐惧 他的心跟死亡 跟这个身的灭亡 绑在一起 身死了 心也死了 可是 他能捐大体以后 他知道他身将死亡 所以他认为 他心还是那么欢喜 表示他的心 跟他身体的死亡 这两件事 是分开 他的心超越了身体的几年 他的心是快乐 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因为他付出 所以我说利他能绝 他开始要去付出 给别人的那一刻 他开始找到他内心的能量 那个自信满满 自信性格的性 性情自信 圆满的那一面出现 所以你就要付出那一刻 才知道自己原来充满了爱 原来自信 本自具足 完全无缺失 原来心 是没有缺失的 心是长存的 心是总是能够 提振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 爱跟慈悲的一种善念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有佛性 付出那一刻 你就知道有佛性 在没有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有繁复的信心 抱怨 恐惧 焦虑 害怕死亡 可当他懂得付出那一刻 他的心性 立刻提升 他的心 完全超越肉体 的 这种灭亡的恐惧 他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 他也不是刺激之工 可是付出 立他这样的那一刻 是他的心 有这么高的提升 看到一个心的力量 可以瞬间转焦虑为欢喜 转恐惧为这样的平静 转这样的失去为给予的力量 就是心的力量 身体不行了 心还这么强壮 我看过我一个朋友叫周川雄博士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我们是知己 他在南华大学教书 社会学的博士 他是基督徒 可他之后呢 跟基督教 还是有所 这样的一个疏离 可他 罹患癌症 大肠癌 那么第四期 两年都不到 的这样的治疗当中 他归向 他自己的信仰 那么他祷告 我看到他死亡前 我去看他 他身体已经很瘦 眼睛露着光芒 那心还是充满了能量 我知道 他因为 他找到他自己的生命的信仰 他的心 还是充满那种能量 正向 所以眼睛透着光芒 他身体已经非常非常残弱 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 因为 面对死亡 可他找到他的信仰以后 他的心变得非常的强大 所以心跟身 不会捆绑在一起 身是什么 身就是意识 我刚讲了 眼耳鼻舌身意 构成我们人 认识世界的本质 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太阳是圆的 树是绿的 可是科学家告诉你 当你用红弯线跟紫弯线 看太阳的时候 太阳是椭圆的 是不规则状的 所以人类看到太阳 只是肉眼能反应到太阳 它不是太阳的本身 所以其实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这个是 永远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是呢 却让我们构成这个世界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观念 我们有这个观念 就会产生这个结果 我们种族歧视 就产生种族的冲突暴动 就今天的美国 所看到的这个现象 我们充满了爱跟慈悲 我们在这个慈悲的世界里 就看到了爱跟慈悲 所以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观念 在决定我们所处的世界 也在共建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所以太阳不是圆的 是你眼睛的结构 使大家看到是圆的 这个世界 恶跟善 也不是完全客观的 是你的心 决定了 这个世界是善或恶 如果大家有共善 就建构一个更善的社会 你用正面来看这个人 他就是正面 你用负面看他 人永远有缺点 人永远有弱处 那你用正面来看这个世界 世界就很美好 用负面看这个世界 这世界就丑陋无比 所以上人才告诉我们 背脚不见事为远 所以我们是 在决定我们所处的世界 但这个是跟心 还不是一回事 是会击灭的 身亡 是亿亡 可是心没有亡 所以我讲到这个心跟事 所以我们说万法为事 对一切的世界 建筑长这个样 也是我们的意识所决定 我们思想所决定 人造成民主 或是比较威权的社会 也是我们的思想所决定 有人觉得共产主义好 建构共产主义的世界 有人觉得民主世界好 建构民主的世界 所以民主世界也有衰败 共产主义也有一些 他们的状况 所以其实都是被我们的观点 所决定的 观点改变了 这个世界的结构改变了 商业结构也改变了 人人人关系也改变了 但事不是心的一切 我必须这样说 那么心到底是什么 心看不见 无色无味 它也不是原子 也不是例子 它在物质的背后 是一个看不见的力量 可是它在主导这一切 如果你现在想着听我讲话 你在想说 我正在听何日生讲话 又有个想出现 你看到 是的上面还有一个是 所以那个是 的上面 还有更上的上面 那是一个层一个 一个层一层 那个心是永远无法 真正被事所理解 总有个东西在意识着你 那个是不变的 你年轻的时候看着湖面 跟老的时候看湖面 那个心是一样的 可是眼视已经不一样 身的形状也不一样 可是那个能认识 那个心是存在的 我举例好了 比如说心跟性 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心是一个本体 它是能够构成宇宙一切 的一个本体 它看不见 但性是在人的身上 能够表现出来那种 可理解的 可把握的一种东西 那么心跟性结合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觉悟了 就是佛陀 所以性本质具足 也是等于心本质具足 在这个时候 心跟性是一体 那心跟性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心跟 这个宇宙的物质的原理 到底是什么 我说第一个 心可以理解是真理 它是一切真理的组合 好 比如说我来看一下 我们下面这一章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个圆 对吧 这个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也可以是个物体 比方说 所以我解释 心是真理 它表现出来圆形 这是它的性 所以心性 心性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变得存在 可以看得见 它只是 它的性是这个样子 那心跟理 事实上是有一个 同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等关系 所以上人才说 这个本性与万法合一 一切的真理合一 当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 一手指天上 一手指地下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上人说 唯我独尊 这个我 佛陀意思不是这个小我 指的是 我是代表真理 我是与真理合一 所以心是真理 性也是真理 心是看不见的 性是比较能够在人间 在世间 在你有形的世界里可以体现的一种 跟心跟真理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种特质 所以心是无形的 是万有的 性是能够在用这样的一种万有的心 来观照世界 但它是符合真理的 我回过来讲 就是心跟真理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圆是真理 我们圆呈现出来的有不同的特质 比如说这是一个铜板 它也是一个圆 看到我有一个盖子 这个也是圆 对不对 所以法性是一 众生解义 对吧 法性是一 这个心性是一 这个心性是一 它不掉了 它不再是圆了 比如说我一按 它变椭圆了 那我便问 这个圆的真理还在 还在不在 当然在 它不会因为这个铜板 变扭曲了 那其他的圆就不在了 其他的圆还在 所以心跟物的关系 就是物会灭 心不灭 就是这个圆会贬 可是圆这个概念 这个圆里永远不变 所以身会灭 心不会灭 你心就是那真理 当心能够体现真理的时候 那那个心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我们以为 圆是这个东西 我们以为我们的圆是这个东西 可这个会破 可是我看到这个圆 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个概念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你把心想象真理 真理是长存的 你的心也是长存的 当你的心符合真理的时候 跟真理结合的时候 那你的心是不灭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用真理来了解心 来了解我们的心呢 是不会被一个物质的毁灭 毁灭 就像一个圆 不会一个杯子 圆杯子破了以后 我们就说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圆了 没有 世界还有圆存在 它可能体现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不是说 如果说我是圆 如果是代表我的心 或代表我的灵魂 那我这个杯子破了 我又在这里又轮回了 又变成这个了 又变成这个了 你也可以这样思考 但是我待会儿会跟各位解释 灵魂在佛教里是怎么理解 那我讲到现在 那我希望我能够讲得够具体 就是一个圆 是一个真理 这个圆是真理 这个圆可以运用在不同的物品里面 那物品会灭 但真理不灭 心是真理 心跟身就像圆跟圆杯子的关系 圆杯子会灭 身体会灭 但圆不灭 我的心不灭 所以心如果是真理 那它就是长存不变的 那么佛陀就是懂得认识一切真理 体现一切真理的觉悟者 所以佛者觉也 觉悟真理的人 体现真理的人 人间的真理 宇宙一切的真理 他都能够了知 都能够通通 有一个长存的师姐师兄问我说 上人在问刀立天在哪里 毛正气博士在问 刀立天在哪里 后来毛正气说 就在须米山的山顶上 那不是很远吗 怎么就在须米山 那是平行宇宙 宇宙当中还有宇宙 我们所处的空间里 可能物理学家推定 还有别的宇宙在这边 可是我们看不到 宇宙是交叉的 我们看的空间 这是我们看到的空间 这里还有宇宙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不到 这叫平行宇宙 这物理学是正式的 那我们可以理解 佛陀可能都已经完全理解 宇宙中所有这一切 而他自己也跟这样的真理 合而为一 那么有一个另一个说法 说心是气场 有一种能量场 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能量 有一种气场 你的心一出 你的心呢 不是被你身体所矿锁 是别人跟你在一起 会感知一种 很强的一种能量 比方说 我过去邀请过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李哈维尔博士 在2003年 来花莲见上 他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见面的当天 我们一到的时候 刚好中午大家在吃饭 他刚拿了自助餐 在医院里面 上了一夜进来 点个头打个招呼 我介绍这是正眼法师 这是李哈维尔博士 那因为上人不讲英文 哈维尔博士不讲中文 所以两个其实 没什么对话 我们吃饭是不语的 他跟上人坐在一起 左边是夫人 中间是上人 右边是哈维尔博士 我坐在哈维尔博士的右边 没有讲什么话 我们播放影片 介绍词记 播放李哈维尔博士的影片 来赞美他对医学的贡献 对癌症的 这个发明跟贡献 他发明癌症 有个基因机制 能够告诉白血 就是我是好细胞 不要杀我 而白血又尽量相信 所以癌细胞不断的扩大 会肿瘤化 会移转 就是这样子 他因为这样二零零一年 得到罗贝尔家 所以零三年就来 那么没有讲什么话 他说等哈维尔博士站起来 我们请他讲话的时候 他在上人身边 我说过他跟上人还没讲什么话 刚吃过饭 请哈维尔博士要发表感言 他一站起来就哽咽 愿意泛着泪水 就是很奇特 他看到上人没有讲什么话 就一种很强烈的感动 很强的感动 他送给上人一幅山 一个很高的峰顶 是他们医院的医生拍的 医院的医生喜欢登山 拍下一个很高的峰顶 很美 他说上人一个字业 就跟这个山一样 很难爬 很艰难 但是上人 连达到这样人性的顶峰 他讲话的时候 他太太在旁边一直落泪 那个感动是没有言语的 我在一年间写过 是没有言语的 所以心是一种能量场 那个能量场靠什么来扩大 靠慈悲 靠愿力 所以孟子才说 智者 气之帅 中国人早知道有个气 气场 那这个气场怎么改变 气 智 这 气之帅 智向是气的元帅 的同帅 你的智 会改变你的气 改变你的心的意思 上人说我们是志工 我们是志业 我们智就是一个心 就是我们 要为众生的心 慈悲力大的心 会改变你的能量场 那个能量场就是你的心 所以心无边无界 荣格说 你的能量场可以更大能量场 是相融合的 就像这个杯子 里面有空气 你把它封住 它能量就只有在杯子里面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能更大的能量相结合 所以你的心 如果是里面的空气 你把它封住了 它就这么一点 你把它打开 它能更大的能量相结合 所以心也是那个能量场 你要懂得用一个更大的慈悲力 它跟众生结缘以后 你的心量就无限的广大 所以上来说 心包太虚 有没有能量 心包太虚 两周杀结 你的心跟太虚是一致的 不要把你的心困在一个杯子里 打开 让它跟一切的 一切的空间的空气 能够和和而已 一滴水 不要当露珠 在树叶上 丢进大海 大海 五大羊都有它的分子 这是物理学家说的 一滴水 进到海里 五大羊都有它的分子 所以一跟多 一跟无限 是和和 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你的心 有无限的宽广 有无限的能量 不要困在一个 小小的杯子里 打开它 把这个范里打破 你就跟更大的万有 和和为一 那么其实真正的心的境界 我想不是这样言语 能够诠释的 我先讲到这里 你们要不要先提问 师兄能听见我的声音吧 听见 你先说 我想问一下 我的问题是 您说的这个心 和物的这个关系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对不对 心是不是就跟精神 是画等号的呢 在这个心 心可以用精神来理解 就是说 你的精神是被你的心 所创造的 但精神还不等于 完全是指那个 那个佛心的那个心 佛心是跟万有和和的 当然你说精神也对 无赡养无浩然之气 气就是精神 天地有正气 扎然复流行 下则为何与 上则为体 为于心尘 是吧 这个温天祥的这个正气歌 那个气是精神 也是一种 我们现在当代人讲的都是 在气场什么 这是个精神 那个精神其实是 那个心所决定的 但是那个精神本身 要到一个程度以后 那么才会跟这个心 这样的佛心 才能够是 是等于是融合的 我想性也是 你有习性 也是性 个性也是性 但是你这样的 灵敏的决限的时候 你跟佛心是一体的 所以佛心 佛性 那是一体的 那你用你的精神 能够跟佛心 佛心一体 那这个精神 就是个伟大的精神 是一种佛陀的 那个境界的精神 那那一般人的精神也有 可是那就是 这是一个 还是一个比较有局限的精神 这样子 是一个名词 不见得就能够涵盖 一切的一个内涵 刚才师兄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 就是那您 那这个精神 是不是和那个心 还有和我们所说的 这个 灵魂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 我的问题 我待会再 我待会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有关于灵魂这个事情 好不好 我待会就会讲 好 佛教的观点讲 不是从别的角度讲 因为各种宗教对于灵魂 有看法 但佛教的看法 我回头再跟你说 好不好 好的 感恩事情 好 我待会就会讲到这一块 好的 好 还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我再继续讲下去 师兄能听到声音吗 我听得见 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 您刚刚讲这个 佛陀觉悟以后 然后用这个展现它的性 那我想问一下 是这种觉悟跟展现 它是一体的吗 还是说 还是说 知觉悟可以不展现呢 我觉得它是 它是一体的 就是说 就像你不能离开 你在虚空中怎么求到圆 所以佛教讲 圆起信空 它的展现跟它的本体 应该是不二的 空有是不二的 这个圆离不开 这个圆的物质 你要透过圆的物质来体会圆 虚空中是看不到圆的 圆在哪里 看不到圆 所以 信空在圆起中求得 应生导师说 每个圆起都有信空 每一个圆 圆杯子都有圆 所以它圆杯子灭了 那个圆还在 可是你不能在虚空 不能在空中求空 你要在圆起 在世间看到出世间 在有当中看到无 看到空 所以它是不二的 这是违背你一般的正常逻辑 这叫困思逻辑 辩证逻辑 有离不开 无 离不开空 圆形 圆这个概念是看不到的 你要透过圆杯子来看 但是那个 那个空不会被油帮住 油没了 那个空还在 因为它可以变成圆铜板 它可以变成圆的气面 地球是圆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你刚讲到展现跟本体 这不二的 真正的本体是展现 是可以展现的 那展现当中有本体在里面 就圆杯子有圆 它是不二的 那想问一下 怎么算是正道的那个本体呢 正道的本体 如果从我们的 词记的法门来说 你要不断地立他 生生世世不断地立他 行菩萨道 去度一切众生 圆满一切的智慧 让自我跟大我都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修行 要累生累世 这是我们整个词记中 从我的理解的一个思想 所以讲立他到觉悟 换句话说 你不用想怎么觉悟 你不断地去立他帮助一切的人 跟一切的人都用爱相结合 你就逐步地迈向立他 因为逐步地迈向觉悟 因为你说佛的决性是什么 其实没有觉悟以前 你是无法真正理解那个境界 因为只有佛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佛 虽然很多的悲心 你是无法理解的 但除非你到达那个境界以后 你就能够理解 那怎么到达那个境界呢 等你从山下来 看不到山顶长什么样 你知道山顶是存在 跟你看不到山顶到底什么样 你要一步一步登上去 那一步一步 就是不断地去爱每一个人 跟每一个人都能够立他 跟每一个物都是立他 你就不断地累积智慧跟词 慈悲智慧具足就是涅槃 也涅槃是佛觉悟时候的状态 叫涅槃不生也不灭 但是涅槃的意思是清净加智慧 因为阿罗汉修自我清净 断一切欲望的烦恼 可是他没有智慧度众生 而佛陀是不止断了欲望的烦恼 而且他智慧具足 能够度一切众生 阿罗汉有智慧不够产生的烦恼 要度他哎呀烦恼我智慧不够 我没办法度他 我没办法让他理解正道 佛陀没有这个烦恼 他不止没有欲望的烦恼 他也没有智慧不够 所产生的烦恼 所以他是既清净又智慧 那就是涅槃 所以你说阿佛性很难理解 就涅槃很难不用 修清净心 你如果欲望越来越傻 你就越来越好的修行者 你越能够用智慧去度化他人 跟每人在一起都能够起欢喜心 他都能够起欢喜心 你都能够启发他 你的决心就越来越高 你越往那高顶爬 直到你达到山顶 原来决心佛是这样子 你到了山顶 才知道山顶的风光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也许我们在半山腰 也许有排位在山脚下 我永远看不到那个峰顶 因为我们没有修行 那这个峰顶怎么走 我说过刚刚讲的清净加智慧 断烦恼 培养一切智慧 就在利他中能做到 为什么 每个众生对你都是个考验 你的贪嗔痴 各种欲望 烦恼都是跟众生产生 跟他有这个烦恼 跟他有嫉妒的烦恼 跟他有这个 所谓的占有的烦恼 跟他有不被喜欢的烦恼 各种的烦恼 跟他有控制的烦恼 这些烦恼都断除了 你就是一个清净的阿罗汉 你不只断除凡了 还能够把嫉妒转为 称赞 让他不再嫉妒你 反正参谈你 你有智慧 那 清净智慧都圆满具足 就是佛 就是觉悟 你的心就跟万有的真理 逐渐的合一 就有人讲说智慧 涅槃是连智慧也舍弃吗 我觉得涅槃本身就是智慧 看你这智慧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智慧指的是世间的智慧 那涅槃肯定是涵盖世间智慧 也超越这世间的智慧 涅槃是既能够出世间 也能够 比如你说智慧是 我认识这个杯子是圆 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智慧 可是圆 并不会被杯子 这样的一种知识 取代了 或并不见了 比如说做这个的知识 跟做铜板圆的知识 智慧是不同的 但这两个背后都是圆 所以你不会说 我有这个智慧 我就知道一切原理的不见得 你还要各种的原理 各种的原 运用在不同物质 你都知道 所以如果说涅槃是指 一切智慧的总称 那么人间的智慧只是一部分 我只知道做铜板的智慧 但其他智慧我不知道 就是世间的智慧 那么涅槃是总一切智 得一切法 这才是涅槃 所以涅槃是一种大智慧 总一切法 得一切智 一切圆 的道理我都搞懂了 而且运用无穷 它可以放在地球是圆的 球形是圆的 铜板各种圆 就像水 水剩是一 可是若江河 若井水 若大海 若杯中的水 我可以适应 但适应那个东西 不等于是智慧的总的一切 背后有更大的智慧 所以水性是一 那才是大智慧 它用在不同的器皿上 那是个别的智慧 是世界的智慧 那不等于涅槃的智慧 涅槃就是总一切智 得一切法 好不好 那么我继续讲下去说 心跟性的关系 我说过 这个心是无形的 那我就性比较是 比较可理解 可以把握的 但是心跟性 是最后是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 那种心跟性呢 佛心跟佛性合在一起 就觉悟者 所以慧能大师才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自自足 本不生灭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所以当时 慧能大师把这个性跟佛性是等同的 佛性等于佛性 那么就这是佛教的一个看法 那么就 就以儒家来说 本性 就是人的本性 有 其情六欲这个本性 可是人也能提升到跟天合一 所以天人合一 人这样的性 能够认识天道 跟天道合一 儒家在最高层是天 天道 在回到人间是人爱 落实在生活是理 所以天道 人跟理 这三个成为儒家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思想体系 而你的心 要符合天道 你对于人生的一切 也以人为出发点 落实生活中 而以理来表现 这是儒家的一个概念 那么道家来说 道法自然 自然就是本性 人有一个性 万物都有的特性 那个特性就是 把他特性找出来 尊重每一个人 每个万物存在的 那个特性 就是回归自然 所以他才说 这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有四大道大 天大地大 人 也是一大 或是王是一大 人也是一大 人虽渺小 可是四大当中的一大 人可以跟地 学习 地跟天学习 天跟道学习 人也跟道 也可以和和 富贵于自然 回到自然 又回到一切万物的 本来的面目跟本性 这是道家的看法 那么佛教呢 其实我刚刚说过 性是比较可以把握 可以理解的 性其实是比较不能把握 是无形的 是非物质性的 性是可以把握的 可是性要跟性 最后是和和的 佛性跟佛性 不是习性 是佛性 那本性就有佛性 但本性也可以堕落 被绑住 就是习性 我觉得圆的概念 只被杯子困住了 不可以 世间不可以 别的圆 我觉得这个圆 我觉得这就是我 没有 圆不等于圆杯子 圆也可以长这个一样 你本来就是一个 无形无相的 圆 不要被一个杯子 捆住 杯子碎了 你就没了 没有 圆还在 你的心还在 身灭了 你的心还在 因为真理 常存 心是真理 而当性提升到真理的时候 心跟性 就合合为一 好 那么 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常常讲心佛众生 众生心也是佛心 佛心 也是众生心 关切一切的众生 那么 佛陀入灭了 有人问他 说 这个 有没有灵魂 佛陀 你入灭以后去哪里 入灭以后是有还是无 佛陀不回答 佛陀不回答 有没有灵魂这个事 心是不是灵魂 心不是灵魂 从佛教观点来说 性也不是灵魂 佛教基本上是 比较不认可灵魂说 佛陀对灵魂三千七恐 为什么 说如果灵魂是我合生死了 有个合生的灵魂再找一个身体 去轮回 那么从我理解的佛教的义理来说 佛陀不这样认为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相生相毅 所以佛陀 灵魂是不是有 他也不说有 他也不说无要走中道 非有非无才是中道 那这样怎么理解呢 各位 佛陀举过一个例子 就说 你看那个土地是平的 那个土是有 对不对 有有没有空 空在哪里 你把土挖起来的 就看到空了 有个大洞里面是空 把这个土挖掉 里面空出现的 但没有挖的时候 那个空在不在呢 在不在 不在 不在吗 也在 非有非有 这是佛陀跟阿难讲的 在阿含经里面 所以佛陀存在也是 他就在那里 可是里面有挖掘 空是不存在 所以当你心跟佛相应 佛就存在 你心跟佛不相应 佛就不存在 所以佛陀 他不言有 也不言无 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讲无助涅槃 当然一般大乘佛教讲 有于涅槃 就是佛陀的身还在 会痛会生病的身体 那是肉身 那法身已经 到达涅槃了 觉悟了又清净了 跟他还有身体 还会痛还会饿还会吃 所以有于涅槃 等他佛入面了 身体极灭了 无于涅槃 没有任何东西是物质性的 完全是法身 无助涅槃 不知道在哪里 无所不在 都是佛 佛性无所不在 他就是在这个所有的宇宙的时空里 你心跟他相应的 佛就出现 当然因为上人不上神 不过上人在过去年轻的时候 在礼拜法华经济的时候 他就看到 那个法华的境界出现 灵旧山的世界出现 看到阿南走过的境界 他是跟我们说过 他真的看到那个境界 所以当你心跟佛相应的时候 灵三法会就在眼前 但我个人没有这样的经验 不过大修行者 他肯定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当然不是讲神通 而是讲佛性 入灭以后 到底存不存在 就像土地 挖出来是空 没有挖以前没有空 那空到底存不存在 不知道 是存在 也不存在 你不能用有或无来描述它 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火在哪里 没有点燃以前火在不在 火点燃 有火 散烧完了灭了 火就没有了吗 所以法性跟火一样 佛都用火 用土 来跟描述空 土是有 有里面又有空 火也是 因缘聚合有火了 因缘聚合 火不在了 火就不在了吗 他一定来 他又火又来了 那火到底在还是不在 不能说他有 也不能说他 一些因缘合合而生 跟着因缘 法性就在那 你心 有爱 有慈悲 心很清静 佛性就现前 你去跟着因缘 来接应 那个佛性跟佛性 你没有那个因缘 没有发愿 没有慈悲 没有清静 那个法性 佛性 就不会跟你对接 所以我要从这点来讲 心跟万法的关系 是万法缘起 佛性 跟万法是合一的 佛性是跟缘起来的 那个土 挖了以后才有空 没有挖以前 空在不在 你不能说他在 你也不能说他不存在 不存在东西 怎么会存在呢 如果空本来就没有 那怎么挖出来会有空呢 如果火没有 那为什么扁了会有火呢 所以火性无我 寄诸诸缘 佛性无我 无声无色无畏 他是存在的 寄诸诸缘 众生的心 就是他的缘 你到那个境界 佛性就现前 你能够立他慈悲 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说 要讲立他 因为一切的佛性 是跟缘起有关的 你心有这样的善念 佛性就接应 你的心中的佛性就现前 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佛性 你也可以看到 佛性在你面前现前 有些人更有能量 他可以这样的感应 但我不懂 所以我不能谈 不过我有听这样一个境界 但是知道 我们自信的佛性会出现 那佛性是有还是无呢 他是有啊 他也是无 当你没有 这样的因缘 发愿 慈悲心 利他心 清净心 佛性就没有啊 当你能够清净心 慈悲心 利他心 佛性就出现 土挖了就有空 火 因缘聚合一点 他就燃了 但是当那个木棒灭的时候 火 这个本性灭了吗 没有灭 所以当你这个肉身灭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还是没有灭 但你心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灵魂 是轮回呢 佛陀不说 有也不说 说有 违背运缘法 好像有固定的一个 我在轮回 那么 唯一试取把他创造补特加罗 一个补特加罗 那个灵魂的替代 其实 很多的佛教思想是反对这个观点 因为佛陀说 灵魂不说有也不说无 为什么 因缘相生相义 所以如果你念念好念 你 来生 但是因为这个学佛会很害怕 没有我那那我修行 那我功德下辈子谁继承 我做的功德下辈子报 那那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那灵魂到底在不在呢 那 以佛教来说叫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但他不是灵魂 因为他可以跟各种因缘相生相义 所以你发好愿 很多好因缘跟你聚合 在来生你会有很多的能量 很多的善缘聚合给你 需要共善 不是独善 不是独修 是共修 这道理在这个地方 所以缘起 是 佛做很重要的教育 那连佛性都是 因缘 合合 他跟万缘合合 他是佛性 所以万法缘起 所以慈悲是众生 一切都是跟我相生相义 是我用爱 来面对这一切 所以我要立他 因为一切都跟我相关 他的 他跟我是相关的 我爱他 他就是爱我 他跟我相关的 我立他就是立即 一切的生命 自然的都是跟我相 跟人类相关 我们立 环境就立即自己 这是一个佛陀基本的概念 所以 因为万法缘起 所以佛性也是缘起 佛入面以后 不言有也不言无 因为他无所不在 他在哪里 在你心中有佛性 有清净心 有慈悲心 有立他心的时候 佛性就跟你相接 如果你没有清净心 没有慈悲心 没有立他心 佛性就不跟你相接 我再讲一次 火点了才有 本来还不存在 可是他不存在了 他也存在 是不言有不言无 有点难 不过没算 你们想想看 但重要是 你要找我是因缘 有没有一个合日生 换个身体再来 也许有 可是那个意识本身 会跟结的能量 能够相合合 如果是善的能量 善的能量会跟我对接 我来生 一样是善的能量 会合 那么创造 另外一个世界的 菩萨修行 继续在慈悸 在菩萨道上来体现 所以 这个 讲到这里 就是说 上人的重要的概念 就是付出无所求 因缘生法跟佛教立堂 最重要的结合 就是付出无所求 付出就是缘起 无所求 所以信空 信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信空是指万有 我们刚刚讲过 世界虚空 含万事万物 心包太虚 这个心跟性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连伊丽莎 都有你爱的能量 所以慧能大师也说 世界虚空 能含万事万物 山川大地 静在胸中 而世人信空 信空 亦付如实 所以你信空 跟宇宙虚空 是一样的 涵盖一切 所以信空不是没有有 是没有 信空是绝对的有 因为这个屋子是空的 所以我可以装这些书 可以装下我 我衣服是空的 所以我也可以穿进去 空不是没有 是绝对的有 但是也不执着在哪个有 不执着在一个小有里面 这个物质只能装书 别的就不能装了 可是我不执着装书 我什么都能装 你看此次的道场里面 都空的 椅子都组合的 空中妙有 可以不断的变化无穷 上人告诉你 无所求就能够 达到这样的境界 为什么 你自在 你心没有负担 你没有牵挂 你没有得失心 心事 再来 你能够不断的付出 又能够无所求 你得智慧 智慧 就是有更高的 往心灵的 这样的空性 去发展 所以付出就是缘 有一定的你才能够付出 无所求很清静 心很清静 所以信空 无所求 所以我能够包含更多的众生 一些众生我都记得 我能能 我有所求 他为什么不感谢我 以后不帮他了 哦 有所求 不空了 你这个心 心已经 心量不大了 空有两个意思 心量很大的空 一个是清静 无然 没有烦恼 是空 清静 是没有烦恼 是空 心量很大 能包上太虚 那是无限的能量 那也是空 而当你有所求 你就会取舍 这个我不帮 这个我做 这个我不做 你的智慧有限 你的包太虚的心 就缩小了 好 我只能 这个铜板的圆 我的圆 我是圆 代表真理 我不要给杯子 杯子就不圆 你有取舍 你的圆就不能 骗起一切 世界的各种圆的物体 局限住了 只能当铜板 只能当何日生 这么想 何日生没了 这铜板没了 缘也没了 真理也没了 心也没了 越缩小 所以 信空 一个是清静 一个是 绝对的包容 众生 只有无所求 能做到 你无所求 所以你清静 你没有起烦恼 无所求 所以众生都能包容 能够不断地给予 透过因缘 不断地付出 不断得智慧 你心就越来越大 智慧越来越足 心就越来越大 信就越来越大 那空 就越空间越来越大 你现实的空间越来越大 因为更多人帮助 所以付出无所求 是上人的基本的 最重要的教法 它契合缘其行空 有人问 应生导师 佛法要怎么理解 他说就一句话 缘其行空 就佛法的本意 一切都是因缘而起 因缘没有本质 所以空 那这样不好理解 但是上人的话 很好理解 付出就是一种因缘 把我因缘付出 付出以后无所求 没有烦恼 清静 是信空 付出无所求 那么我就能够 包容更多的众生 把众生天下都 囊括在我胸中 那是真正的大智慧 大菩提的信空 所以说 要用无事的大爱 跟一切万物 一切众生相结合 就是一个立他到觉悟最高的佛教的境界 跟一切众生 万物都与大爱相结合 就是是佛的觉悟 就是立他能够觉悟的一个关键 所以佛的觉悟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是最高了 等就是众生跟我一样都平等 我视众生为平等 也希望众生跟我一样平等的觉悟 众生跟我没有高下之分 我也希望众生跟我一样能够觉悟 叫等正觉悟 觉什么 跟万有何一 可是我们用词记的方法来理解 第一禅叫舍欲 把欲望舍了 心清净 你不断的布施 就是不断的变得不自私 变得利他 所以布施是最好的 舍欲的方法 把欲望降低 不是控制欲望 而是不断的去爱人 你就舍欲 但是第一禅 你欲望清净 你就是一禅 二禅是什么 能够喜舍 你给别人说你特别欢喜 你不止清净 你深欢喜喜 所以喜舍 第三禅是舍喜 连喜都超越 上人讲的就是平常心 很平常心 付出是很平常心 最后连舍的概念都舍掉 我没有再舍 本分是 上人家 就这四禅 四禅已经到阿罗汉 能够舍欲 心中没有烦恼 没有欲望捆绑 这心是自由的 我还能够付出 终得欢喜 连欢喜都超越 就是我舍喜 这是平常心 就连舍的感觉都没有 我没有再舍 这是本分是 因为众生与我无异 利康就是最好的立即的修行 就进入四禅的舍舍 就是三轮提空 没有 布施的人 没有接受者 连布施这个事情都超越 那慈祭怎么做呢 就是让被你爱的人 最后也能够去爱 平等爱 所以我在书中解释 大爱跟欲儿 欲儿是一种占有的 控制 人最怕的是控制的心 我怕失去 所以我去控制别人 你心很小 我就这么一点东西 你让它控制住 就在这里面 所以控制那是欲爱 小爱 我把它放开 把那里面的东西放开 那个 那个空 放开 这个空更大的空相结合 我就这么一点 就要保护住 它控制住 怕它流逝 那是欲爱 那是小爱 那个爱会灭的 就把它跟更大的空间相结合 它就融入 这个空就融入更大的空 当我把杯打碎了 把我打破了 我的能量就跟这个虚空相结合 我这滴水就跟大海相结合 所以上面说 一滴水能够不干涸 是因为它融入闪亮的大海 所以欲爱转成大爱 那爱就是永恒的 是无边的 那欲爱是占有的爱 控制的爱 大爱是付出给予无所求的爱 那么谁要达到三轮体空 不只是没有欲爱 而是我能够大爱 不只我大爱 我让爱 被我爱的人能够爱别人 才真正做到平等观 我也没有舍 因为他也在舍 我给他 他又给别人 他也跟我一起去捕食 像南非的职工 像缅甸那一把米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在菲律宾的赈灾也是 大家接受物资了 又捐铜板捐回去 哪怕是一块钱 都是平等爱 大概每个人都是施者 没有受者 施者也不存在 连布施都超越 因为天下众生是一体 所以真正的爱人 很大爱是引导他人去爱 像我去拜访的黄荣年师兄 印尼的黄荣年师兄 我把他写进我的书 《善经济》这个书里面 那么这个书里提到 黄荣年师兄 就让他一百万员工跟家属 都变成志工 一起去帮助 每个农场 方言五公里之内的穷人 他们懂得感恩 懂得珍惜 他们从过去可能被帮助 现在他也去帮助人 这就是富能 因为叫empowerment 你把富能给他 所以荣年师兄 他能够把员工 一百万个员工跟家属 都变成志工 他跟我说即将破两百万 他就挽救五千万个硬的穷人 那么这个时候就体现大爱 就是我最好爱员工的方法 就是让员工也去爱人 他就不会依赖我的爱 不好的爱是他依赖我的爱 那是欲爱 欲爱怎么转成大爱 就是让他也去帮助人 就变成大爱 所以真正爱他人 是晕倒人去爱一切 所以利他的扩充就是大爱 大爱跟利他什么关系 你把利他扩充就是大爱 化小而为大爱就是利他 那么能够转自立的心 成为利他的心就是大爱 通常都透过布施 我们实际很多的志工 一开始不想做慈善 可能被太太勉强 可能被朋友邀请 做了以后好欢喜 原来做慈善这么好 我跟你们常常分享过 我的法亲好友陈金发的故事 他开始捐钱给慈悸 是因为他的岳母 往生的时候 捐一大笔遗产给慈悸 那金发师兄的师姐要他 我妈妈捐多少 你也要捐多少 他不甘心 听说去花莲那前一晚还在喝酒 喝完酒 想说第二天睡不醒就算了 就不要去打飞机 结果又被他老婆叫醒 师姐带他去见上了 捐钱给上了 心不甘情便就跟上了 上了我想做大陆征载 他说哇很棒啊 这陈大菩萨 发大心去做大陆征载 做国际征载 那是很早以前 就九几年的事 他心里跟我 他后来跟我说 我心里想才不是做好事 我去监督慈悸 怎么用我这一笔钱 他不是因为感动来慈悸 他是要来监督慈悸 怎么花我的钱来做慈悸 现在他是大菩萨 对吧 汶川地震宗指挥 311总指挥 我第一次到大陆去正在 去发放慈善 就是被他带领 很严格 非常严格的一个人 被他管得像 像小朋友一样 但是大家都很欢喜 所以他并不是说 我觉悟了 我才来做慈善 再利他没有 他是利他以后才觉悟 所以利他 要透过行动 很多人跟我说 何教授 你讲利他怎么做 你讲善经济 讲利他怎么做 行动 他能说行中觉 做中学 学中觉 是对的 先行动 所以我跟哈佛大学 商学院的教授 李奥娜教授讲的说 实际是用行动改变思想 或者思想改变行动 排名水也一样 他开始不想做慈善 被隔壁邻居三番事情 投入以后 很欢喜 排名水像是南非的大菩萨 带领无数的 诸禄诸之功 关怀超过十个国家 不堪 一开始没有要理他 但是 慈善的行动 会促使人的慈悲生气 所以以苦为世上 见苦知福 看到别人的苦难 激发自我内在 本自具足的慈悲心 跟立他心 所以上人用大爱来涵盖 刺激一切的善心 跟修行 我刚刚说过 什么叫大爱 就是刚上人讲 我讲到上人讲 心包太虚 心把一切的宇宙的 一切万物都包在胸怀当中 爱一切人 然后你的爱 离一粒沙都有 怎么做 我觉得心中觉 今天我会在这里 结束今天的 我的分享 因为我说过 不要讲太多 如果讲太难 我们可以多解释 应该可以提问 那么心中觉 上人在2011年 2010年 讲了一句 我非常感动的话 那时候我去成语 那时候应该 讲无量意见 他说 人有八十天 就阿拉耶 就是我们一些 三个种族 在我们的心里 在这个心 有还没有觉悟的心 有各种的 这个善恶种子 善因善果 种子都在这里 他可以生生世世跟着你 直到你觉悟为止 好 那么 那怎么去转 事为治呢 怎么把我 这个凡夫的 这个阿拉耶 有善恶的事 转成第九事 佛制呢 他说 每个境界来 都是我们修行的大契机 每个境界来 就把恶转成善 你就不断把 你的油然的 阿拉耶事 转成无然的 清净的佛制 所以 每个因缘来 你都由恶转善 每个因缘来 你本来是要嫉妒 赶快转成赞叹 本来你要控制 赶快转成给予 本来你要恨 赶快转成爱 本来你要生气 赶快转为欢喜 所以每个境界来 你都把它转恶为善 不能把 你的阿拉耶的恶的种子 转成善的种子 每个境界来 都用正面 用爱去面对它 不嫉妒 是赞叹 不控制 是给予 不是占有 而是能够付出 不是 要去 仇恨 而是能够宽容 不是要嫉妒 而是能够起赞叹性 所以 你就把每一个心中的 恶的种子 转成善能种子 直到一切阿拉耶事的 每个意识 都清净无染了 就是佛制 所以 如果你们问我 师兄啊 那怎么成佛 怎么觉悟 上人已经教我们了 每个境界的当下 都是能觉悟的奇迹 要神恶灵的时候 赶快转成善念 要基督的时候 赶快赞叹 要控制的时候 赶快给予 赶快授权 日常生活中 不是只有做慈善的时候 才是善 回到道场里 人跟人就开始 不高兴 开始不快乐 那样的修行 是不圆满的 你如果要生气了 赶快转变 用平静的心来对待 你已经要仇恨了 对他非常不舒服 用宽容来对待 你的恶的种子 就转成善能种子 直到一切的关系都圆满 都是爱的关系 都是正面的关系 这个 问我大爱是什么 心灵师姐 长春跟博洋师兄 有一次在台湾咖啡 问过我很多年前 问我说 何师兄 什么是大爱 我说 跟一切的人 跟物都建立爱的关系 就是大爱 所以每个境界来 上轮教我们 转恶为善 快要恶了 赶快转善 快要摊取了 赶快布施 所以每个当下 都是具有的奇迹 每个当下都立他 你就能够转恶为善 能够扩大 你的空 这样的一种决心 让一切万物万物都 包含在你心中的 那个大的空 大的信空 就是那个佛心的崩坏 好 所以心 包含万有 可是你却决心 在一个小小的身须里 就像个圆 它是可以无所不在 你老说 我只是铜板 我不是圆 No 你是圆 圆可以是铜板 可以是这个 圆可以是这个 圆也可以是这个 我故意搞笑搞这个 因为你们觉得我讲的太严肃 所以 圆无所不在 你的佛心 无所不在 不要决定在一个身体里 身体灭了 你那个心还在 这个破了 圆还在 它是长存的 你要认识它 它是真理 它是一种精神 各位讲 一种能量场 你可以感知它 但是你无法具体诠释它 你不能用思想去理解佛心 你看实践中 不断扩大你的爱 感受到你的大能量 这就是佛心 这就是佛心 这就是决心 因为我感到我的亲近 感到我的智慧圆满 那靠什么 靠不断地理它 攀登那个阶梯 风顶在那里 佛心在那里 只有到达风顶 它是在山顶的风光 只有佛能了解那一佛 只有上人 到达佛境界 他能了解佛 我们没办法了解 但是我们仰望他 看见他 在那里的 我们可以到达 一步一步攀登 透过不断地理他 跟众生结一切的善缘 跟众生结一切的 爱的关系 理他的关系 你就增加你的智慧 也扩大你的 知道我们到达山顶觉悟了 就看到原来佛佛道通 一切的诸佛 佛性是一不是二 等到一切众生都登到山顶了 我们知道原来世界是平等的 人人都具有佛性 那就是我们讲的立大道觉悟 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 就讲的 这是对 就是一切人一切万物都建立爱的关系 就是大爱 就需要无穷的努力 因为他刀刀 sisters 为什么 因为他这时候无尽 所以普撒的立他也是无尽 中经的立他 要能够 五着万物都能骗到 都能强 都能灯 最后 滚下万有十一的境界 都到山顶 扑佛道通 所以上面说 我们本性跟万有的真理合一 所以你怎么立他 怎么成佛 就是不断的体现一切事件的道理 体现真理 跟真理合一 就是觉悟 好不好 那这考虑他来得到 好的 我再绕了绕去也是讲 不爱这个慈悲立他 怎么样清净自行 得到智慧 扩大慈悲 我先讲到这里 各位可以来指教 给我意见 我说的不够圆满的 请你们指教 如果你有些议题要跟我讨论的 也欢迎提出来 好 请跟大家感恩 主任 有一位有提问 在我们的群里面 他也提到说 虽然实际力行 科学理性精神 但是其核心理念 人是以佛教 人本精神为主 那么 因缘观 对西方人而言 很抽象 很不容易理解 对因为他们他们相信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 因缘就是 他没有本质 可西方人想要找本质 西方人讲第一因 像亚利斯多德开始 讲第一因 这个世界怎么发生 那么就像基督教讲 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他不是因缘 他是有一个 一个一个 beginning 有个开始 但佛教讲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一切是缘 无始无终 都是因缘 相生相合 我觉得慢慢他会理解的 一个covid-19 为什么会发生 因缘 为什么美国现在会有暴动 因缘 各种问题都是因缘 合合而生 我觉得我们可以 多说一说 所以英文叫 interdependent arising 英文翻成dependent arising 我不喜欢dependent arising 因为好像有一点 依什么而什么 不是 是interdependent 是互为主体 如果西方人理解 是哈伯玛斯 讲的互为主体 他的社会学 是大概西方 最著名的近代 最著名的社会学 叫哈伯玛斯 德国法兰克福学 他讲的互为主体 人是互为主体 那么现在 我现在正在读的 这个也是叫协同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因为我最近在写 善治理这本书 我写完善经济 正在写善治理这本书 我这边有善经济 我写完了善经济 这本书 善经济很多也是 有词记的个案 有些当然是从历史以来 讲各种 那我在写善治理 讲协同治理 就是重大的社会议题 不可能单独解决 以我们像个组织垂直的 路不好修路 公园不好修公园 经济不好来增加收入 但是像温室效应是一个 大家都有责任 温室效应排放 不是经济部发太多工厂的执照 环保局也有责任 这个森林被砍发 农业部也有责任 交通部汽车也有责任 每个人都有责任 要怎么办 协同 协同就是不是我说了算 或你说了算 而是要彼此能够把关系建立 理念信念要开始慢慢来沟通 怎么为共同的目标来行动 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缘 就大家珍惜因缘要协同 所以我们什么叫核心 核起互外协力 也是因为因缘观 还有核心 核起互外协力 那如果是那种西方 比较是自我的 垂直型的英雄主义 我最大 我最棒 崇拜我 我可以创造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创造世界 是一切都是各种的因缘造就 所以我认为 虽然西方人不太了解 不慢慢 他们已经慢慢比较可以了解 特别是我讲的 法兰克福学派讲的互为主体 那么管理学长讲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协同治理 都是在讲 跟因缘观比较相近的 一切是要因缘合和 才能够解决 人类重大的议题 好吧 我先打到这里 还有什么问题 各位可以提出来 上海的赵敏 赵敏 赵敏师兄 请说 赵敏师兄 您好 这个何师兄 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不是说这个 八世 这个第八世是阿赖耶什嘛 阿赖耶什就是把我们 以前的所有的造作 你的善行 你的恶行 所有的最后 全部转化到 你这个阿赖耶什的 这个仓库里面 存在那里 有恶的种子 跟善的种子 那当下的话 我们开始 对于自己的行为 开始警觉之后 我们可能更多的 是做的是 善行 然后越来越少 可能这个 恶的这种行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问题就是 阿赖耶什当中 这个善的种子 跟恶的种子 我们要转化的话 以前所做的这些 恶的这个种子 怎么去转化 转化成这个 善的种子 我可不可以问你 如果你灯 房间是暗的 这个灯暗了一千年了 你要怎么让它亮 还是要 还是要点 你需要 你需要一千年的光明 才能够让它亮吗 还是一刻的光明 就可以让它亮 一刻的光明可以 是一样 千年的恶习 恶念 当下这一刻 就可以转化它 所以干不干净而已 你怕又把它关掉了 所以千年幽暗 一灯就能点燃它 恶念也恶种子也是如此 啊 好吧 感恩感恩师兄 感恩师兄 和合的这个所有的内涵 因缘和合可以在每一个项目里头都存在 物质世界地水火锋 可是心理世界是生住欲灭 那么人是生老病死 那地水火锋就会有成住坏空 所以因缘和合指的是万事万物 不是只有物质的世界的地水火锋 四大和合 四大和合是印证的因缘和合 因缘生法 可它不等因缘的生法的全 一个铜板代表的圆 可它不是圆的一切 它印证的因缘生法 可是它不是因缘生法 一切就像铜板是圆 可它不是圆的一切 还有好多不同的圆 可是圆的真理是一 就一个圆 法性是一 心性是一 但众生解义 嗯 好还有没有什么议题 大家来讨论 是否能力所及才能立他 一个梁侯丘梁菩萨问的 就是是否能力所及才能立他 对啊 你如果立所未及 像你说你不能改变他 先改变自己 要调整你的心 很多事情不是你做得到的 你无法改变一个 可能一个国家 你认为不对的方向 你无法改变他 但是你可以尽力帮助你身边的人 让善扩大 好 少年也常常这样子 看到一个不好的事情 他不是去抗争 不去抗议 他从身边做起 以身作者 好 立他 不是 只能在 一个面向 一个事情立他 一个人立他 无所不在 你都可以立他 你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物 哪怕这个宝特品 都是利益万物 物有物命 所以不是能力所及才立他 是立他 好 你能力 无不能 你的能力随时可以立他 而不是能力所及才立他 不是 无所可 你都可以立他 你都有能力去立他 你都能找到 能够 立他的机会 你都能够找到 立所能及的立他的机会 所以不是说 能力所及立他 是你永远能够找到 能力所及的事去立他 所以不要 不用担心 立他 是不是能力所及 而是 你永远可以找到 能力所及的事 跟人来立他 好不好 这是回答 回答这一位 菩萨的一个意见 那是侯丘良菩萨 性跟相 的分别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杯子 是一个相 它的组合 有一些物理结构 是性 它的使用也是性 所以性是比较 它的一种 内在的结构 像是表现出来的形体 但你可以把结构当像 也可以 但性就代表后面的理 性代表后面的理 那个道理 好 那像是表现出来的 能够被把握 被理解的东西 我是像 体像用 好 有人举手发言 请说 师兄 想问一下 您刚刚有讲 清静心和立他心 那我想问一下 他这个要是先去清静 然后再去立他吗 还是从立他中清静 我们不清静 是真的能做到立他的吗 就是不是 不是清静 再去立他 应该是立他以后 更能够清静 那清静心 更能够立他 但是立他 能够清静 因为立他 你是无所求的 你本身就是一个清静心 我觉得不是得一切智慧 再去度一切众生 是度一切众生 才得一切智慧 不是有一切的慈悲 再去关怀众生 是关怀众生当中 能够养一切的慈悲 但是如果你能清静心 再去立他 那个立他的范围就更大 你就能够爱更多的众生 清静心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不断去淬炼的 你对这个清静 对别的是可能不清静的 所以你也不断地淬炼 那只有在行当中 你才能够淬炼你的清静心 所以我比较倾向是 立他当中清静自己 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清静了 一碰到困难了 我就退转 我就不清静 那个清静是一种 一种封闭式的清静 不是一种经得起 事实考验的清静 不是能够面对各种困难挑战 屈辱 侮辱 而能够清静的那种清静 所以立他当中 会有碰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屈辱 你一样能够保持清静 是真清静真修行 这是我的我的看法 感到你 那我想有没有 像这个慈悲心 这个清静心 它是一个心吗 还是说一体的两面 我就是一体的两面 你越清静 越能够慈悲 越能够感同他人 你如果心不清静 有时候你很难慈悲 总是夹着你的欲望 跟你的自我在里面 你很难感同身受 所以我认为 清静慈悲心 其实是互相联动 越慈悲越清静 越清静越慈悲 它是互相联动的 它虽然不是一件事 很清静的不见得慈悲 它只顾自己的断烦恼 它对众生的烦恼 它也会害怕 不敢去帮助 但慈悲心能够养成清静心 因为你都同理别人 所以你不会 不会有太多自我的 这些欲望干扰你 你才能够争慈悲 所以慈悲心比清静心 可能还要更巨大 慈悲心能够养成清静心 清静心会让慈悲心 更圆满 可是清静心不等于慈悲心 你没有欲望的烦恼 不等于愿意去帮助人 小乘 断面空 那没有 对呀 它就没有常养慈悲心 好感恩师兄 我看看还有还有谁有提问 我今天说的你们听了会不会哪里觉得 还是觉得听着 那我们可以再聊 请问心原本是善恶无忌 东莞孙旭风 我先问善恶无忌 就是说善恶是存在的 可是学佛到后来是善恶都超越 恶都要度化 不是说善恶不分 不是是恶也要度化 恶也不当做恶 老师把它度成善 都看他们的本性是清静 我的理解善恶无忌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 对善恶的无感 学佛不是变得麻木无感 也不是善恶不分 好 那当然 善恶是人间的事 很难有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 那佛性就知道说怎么样能够 度化恶 那转成善 善有几个意思 善是圆满的意思 很圆满 因为智慧让事情圆满 善是利他的意思 我动机是利他 善是和和 很圆满 你跟我无争 善比真理还重要 我的善经济一书里也写到 善比真理还重要 西方追求至高的善是指真理 summon bonum是指至高的善 是指真理 可真理也可能是前置人 我认为这个是真理 你要跟我一样 你就开始 我就会前置你 在宗教里 我是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真神 我可能你的信仰是不好的 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会有宗教破坏 是把邪恶的邪说被人烧死 基督教在 在西元三世纪变成罗马国教 军事谈天大地 在他成为国教的前三十年 还在被破坏 为狮子 屠杀基督徒 可他变成国教后的三十年 就烧死自己的教友 并且教友否认 这个圣父圣灵圣子是何一 一个东方的主教 被这个叫处死烧死 你有真理就一个 你不能否认 如果你否定的 我就要灭你 这西方的思维 我不可 我不要说对错 可东方的善不是 善是利益他人 利益万物 善是一人一口羊 每个人鱼路均沾 所以真理不够 还要善 所以孔子说 虽有智道 虽有最高的真理 智道 你不实践 不知其善意 所以换句话说 真理还要经过实践的试炼以后 他知道他善不善 什么叫善 真理要利益他人 真理要利益他人才是善 所以孔子说 五月自美以为之善 看到少于 自美自善以 所以美同相善 美不够还要善 真不够还要善 善就利益他人 利益万物 和和 要和和 大家和和共生 和和共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点 所以 恶是相对的 善也是相对的 众人即使善之为善 是不善意 即使恶之为恶 是不恶意 老子跟佛陀 有一种异曲同工 对善恶是更超人的看待 可是不是善恶的部分 而是转一些恶为善 善是什么 我说过 利益万民 利益万物是善 那么和和是善 不是拿真理去框献别人 希腊有一个神话 有个神话是一个海盗 他有个刑具 有160公分 他抓到人 他不杀你 他往刑具一摆 头太长把头砍掉 脚太长把脚砍掉 很好笑 可是他只告诉你一个预言 你拿着一个标准的恒良事件 就会对人产生极大的伤害 所以佛陀说善恶无计 是要超越善恶的观点 观照什么能够利益众人 利益当中能够和和 很重要 和和圆满 所以是共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希望你 这个再想一想 那另外当然有人提到 我这个问题不见了 我说佛教因缘不好理解 佛教因是不知其动力来自哪里 你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动力来自哪里 孙旭风菩萨 你要不要再问一次你的问题 什么叫不知道动力来自哪里 因缘还是来自因 来自那个心 你的心这样 那你就会接引这样的缘呢 荣格说是同步性 你心里想什么 什么就会跟你对应 所以不是随缘 而是因缘 有那个因 就那个缘 那个缘也会促成你的因 会强化你的因 这叫习染 阿赖耶诗讲 叫习染 熏习 越滚越大越滚 一个欲望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这缘会把那个因那个恶因 不断的加大 那一个善因 善缘也会把那个善因不断的扩大 扩大爱 扩大善 扩大恶 动力就是你的心念 我们有没有发这个愿 造成那个气场 所以智者 气之帅也 智 是气的主帅 所以我很欣赏 那个曼德拉总理 我刚好看到这个 曼德拉 曼德拉 南非的总统 他被囚禁了27年 关在一个身手这么长的地方 27年 可是他 原谅他的欲 困当时管他的欲足 虐待他的欲足 他原谅关他的白人 他要大和解 我们不要用白人的方法来对待白人 我们用我们爱的方法来对待白人 来量宽恕 所以他当总统以后 他用一切的行动 跟白人化解 让黑人去宽恕白人 去爱白人 把白人视为是同一种南非人 他说 We are master of our mind 我们是我们心的主宰 We are the master of our feet 我们是我们命运的主宰 所以他跟当时白人 就是足球队的队长说 你看我的心在这么大的空间里 没有被困住 这个 这个求是 这个监狱 这么 手这么宽的 才这么宽的监狱 困不住我的心 所以 心很广大 不会被囚禁 一个空 不会被杯子囚禁 这杯子囚禁不了空 缘 束缚不了 一个铜板 束缚不了我缘的特质 我缘可以无限广大 我缘可以像球这么大 不用这么想 心 如果认识的真理 有信念 他就无限的广大 所以说 We are the master of our mind We are the master of our feet 我们是我们 心的主宰 我的心是 我的主宰 我的心 是我 命运的主宰 我不会被外界的环境 所困住 曼德拉总统 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当年 李奥纳教授 哈佛大学 李奥纳教授 商学院的李奥纳教授 来拜访上人 听完跟上人的 一段谈话以后 他告诉我 他这辈子访问过无数的领袖 政治的 商业的 无数的领袖 只有一个人 或者尽多是有另外一个人 跟上人相似 上人是他唯一 马上讲 唯一 用价值 用理念 用信念在领导别人 也许有第二个 那就是曼德拉 他不是用权力 不是用利益 不是用威势 是用信念 用价值 在领导别人 他讲的 曼德拉 跟上人 都是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领导者 好吗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五分钟 请问 何师兄 心 性 性 灵魂的内涵 是什么 心 我说 心跟性 其实是 一体的 心跟性 在佛教里 常常被用来一起 佛心 佛性 常常被用来 这个谈在一起 法跟法性 所以性 比较是 它的表现出来的 一种样态 是性 那个心 是 它的本体 它的本体 是性 它表现出来的 世界那个圆满的 各种的现象 各种的行为 各种的智慧 跟慈悲是性 我就比较这样来理解 所以心跟性 比如说有圆 这样一个概念 那圆是画出来 是这个圆形的感觉 那是性 那这个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在这个物里面 有心 有性 所以它是圆形的样子 但圆形基本上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但你不看到圆形的时候 圆还在那脑子里 那个无形的东西 是形 画出来是性 可是 长这个样子 是物 我大概 可以这样子 大概来比喻 我也不敢说 我说的特别清楚 不过 大概是这个 心跟性 常常被混在一起 性是表现出来的 一种样态 一种 一种 特质 这个特质 符合那个心 所以心性是一体 所以世界虚空 喊万事 用性空 世人性空 一夫如是 所以性空 它是 比较让你能够理解 什么样的特质 那是性 可是 它其实最后是一个 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是无形无相 难以言全的 那是性 心无所不在 但是无法说明 那用性来说明吧 可以 所以心性 心性 不会讲信心 为什么讲心性 因为 性是来自于 那个心 是它的源头 表现出来是性 幸福和法 那就是 法性 是这个意思 那灵魂 我说 佛教 对灵魂的看法 是因缘生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无 我已经说过了 就像土地 一面土地 这个土地 土壤里有没有空 看起来没有空 挖起来就有空了 那空本来存在吗 如果不存在 怎么挖得出来 那如果存在 怎么有个土的 没有看到空呢 灵魂在不在 你说在也不对 说不在也不对 因缘和合 佛性也是 佛在不在 他也在也不在 你如果心中没有佛 无法感应 佛性就不在 如果你心中 觉性灵灵 慈悲心生起 心静心生起 立他心生起 佛性就跟你相应 你内在的佛性 就跟你相应 火在不在 火又吗 没有火 一点火出来了 烧完了 火又没了 火性没有灭 因缘而生 因缘而灭 所以 舍利佛才说 佛陀的法 是一切因缘生 一切因缘面 这是因缘法 所以不能说有灵魂 你不能说没有灵魂 可是当然有无数个 不断的 在这个时空中 我们要 不断的修行 直到我们的心性 超越这一切有形的 阿兰耶士 到达佛制 我们才去 那佛制是不是 在那个空间里 跟世间没有关系 不对 这又是断灭空 好 所以世间 初世间 不过佛陷就在世间 他没有在别的地方 他既然是万有 他就不会忽略 这个空间 这空间里 也有那个万有的一部分 那才对 一滴水 有一些大海的特质 一个铜板 有一些原型具备的特质 所以一就是多 一就是无限 是这个意思 来了解灵魂 因缘生 因缘灭 我觉得我还没有讲的 你们完全明白 不过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要探究灵魂 探究你的心 怎么样不断的进化 清静 慈悲利他 扩张你的智慧 扩大你的慈悲 你在当下就很快乐 我说过每个境界来 都不要称恨 而是欢喜 不要嫉妒 而是赞叹 不要占有 而是给予 你就能够转 恶念为善念 就不断地清静自身 这是大修行 不用问轮回在哪里 你要发用来生来世 继续奉献这个世界 因为在因缘的世界里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你不断在 轮回往前走 一切也是因缘和合 你永远在那里 但你也会变化的 因缘也在变化 音乐也在造就 不是吗 所以哪有个固定的 我可能明天又变了 细胞变了 长相也老了 我的心也可能在不断变化中 哪有个固定的东西 灵魂在那里把握 没有 因缘和合而生 把握因 善因 皆善缘 你就能够不断地 往这样的清静 跟觉性迈进 好的 如瓶师姐催我了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感恩大家的聆听 跟讨论 我也跟各位要好好学习 我很多也还没做到 还有很多的习性 一起来努力 我们菩萨道上 携手并进 感恩上人给我们这样的法 感恩慈祭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修行 共善共修的道场 感恩各位菩萨 感恩 感恩主任 今天收获很多 我们的心要有信念 那么它就可以无限地广大 那心起仇恨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把它转成宽容 那每个境界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赶快把它转成善 每个贪念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赶快来布施 好 我们时间呢 实在是过得非常地快 好 那我们要预告一下 那么两周后的今天呢 就是6月16号 同一个时间 我们将进入第一章的第二节 缘起法与慈祭大爱 同时呢 大家在离开会议室前 我们将问卷调查单 会连结给大家 请大家上网填写 建议与心得 感恩大家 今天能有这样子的姻缘 与大家一起度过 一个发喜充满的夜晚 那么祝您一夜好年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